水果生存太危险了 上期视频里 我不就是打了个压力吗 就被一架灰机给揍了 啊 还是赶紧去找个住处 先到这里挖点石头 把我的工具 全部都换成石头的 木头工具 一点都不好干活 我挖我挖 2000年之后 诶 我突然觉得这个山洞 好像还挺安全的 要不 我再挖大一点 就在这里做一个洞穴吧 嘿嘿 外面这么危险 天又快黑了 我才不要出去浪逛呢 嗯 看起来还不错 反正第一天来 房子也不求太豪华了 就将就将就吧 下一步就是做个工具箱了 然后用上刚刚挖的石头 做一点篝火堆 就把篝火放在洞口好了 这样既能在洞里取暖 还能在上面烤肉 不用担心篝火 把洞给点着了 说不定还能顺便 蓄服一个水果 嘿嘿 真是一举四得 再拿出 我好不容易得来的大压力 放上去 天啊 压力变烤肉了 真神奇 另外两个就用鸡腿好了 吃烤出来之后 肯定是带梨子香味的烤肉 嘿嘿 现在我就静静的在洞里 等待天黑 等待蚯子猎人来临 我还从来没有看过 蚯子跳舞是怎样的呢 就是一个字 妙啊 我刚刚说的